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人应该就是在二代附近发现了 说可能在这里 然后就是刚好对岸 他们有人在巡逻看到他 当时据说可能还穿着救生衣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细节曝光了 有内幕报导讲说其实这一位上宾 他曾经有说过梦见今天在厦门 所以当九号早点名看到他没有人的时候 大家就开始找相关的影像 结果发现了他其实早上大概七点半左右 有穿着救生衣 消失在监视剂的监控范围 那也因为他曾经讲过自己做梦梦见 今天人在厦门 所以当他人不见之后 其实大家就开始找他的手机定位 看看人到底在哪里 那又发现是在大胆岛周边的海域的时候 一度同袍还很担心他是不是失足落海 或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意外 好 不管怎么说 现在人找到了 但是可能是军中的这些弟兄们 最不想看到的状况 因为事发第一时间他们就在讲了 说最好了人不要出现在中国 不然很多人都可能要被电到飞 完蛋了 可能要被拔关了 好 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 除了人为什么会在那里 那到底中间发生了什么事 军方必须要给个交代 而且第一时间大家都问军方说 到底有没有东西不见 必须要先厘清一下 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到什么程度 第一时间说装备都没少 搞后来被发现说 那救生衣哪里来的 现在国防部长说要来查 但是到底他算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为什么是说状态 原因是因为事发第一时间 秋国阵的讲法是说 先不要说他是逃兵哦 好 觉得应该先把人找到 确认 经过查证之后 这样讲才有公信力 我们不要直接说他是逃兵 好 为什么会这么说 原因是因为这个罪行可能判的就不太一样 处理的方式也不太一样了 像是令委王定宇 王定宇就讲了 说你看在中国对岸获救 那一定国军要乘处要查明动机 甚至还说不只是逃兵 而且还是涉嫌投敌 最重死刑的罪 那赵天宁则讲了 这很明显就是罗斯松了 罗斯松了就必须要深刻的检讨 好 到目前为止大家都在讲 想起了44年前 那个时候 其实也曾经有人到了对岸去 那可问题是 到目前为止 有没有可能还有第二个林义夫呢 大家讲不可能成为第二个林义夫 什么样的一个意思 带你来看到是一九八一年 那个时候曾经有个少教叫做黄之城 他是驾驶着F5F 然后结果考核飞行员之便前往福建 那一九八九年的时候 也曾经有过空军居小 同样是开着这个飞机 结果后来是在广东的上空契机跳伞 那不管怎么说 目前他是人出现在对岸了 在对岸这边人被找到被救起来 那可是他是上兵 那上兵来讲的话就是军衔比较低 那了解的情报可能比较少 没有情报价值 甚至是有人这样子认定 所以大家就在讲 那到底他现在在对岸手上 那该怎么办呢 因为不管说如何处置 基本上啦 有人就在讲 以先前八八枪的两弦为例 觉得对岸应该会运用这个机会 来对台博弈变成一个宠马 可是大家更想问的是 这一件事情处理完之后 内规或者是内部的问题 没解决就是接二连三 为什么 因为最近金门事情太多了 来外岛这边呢 金马前线为什么会大崩溃 好这个问题就在于包括了金门士兵 有没有签前说 结训的时候很开心上KTV 结果后来呢 酒喝一喝在那边打架 甚至到警察局都还没醒 然后另外呢 马祖 马祖这边说缺肉吸菊 然后直接在沙滩上面写字说 我们的主菜是白饭 还有什么 还有刚刚我们讲这个二感兵 有厦门等等的事件 这个时间点很巧 这个时间点在哪里 时间点在于习近平的第三次连任登机时刻 可是呢 同时也有日经 还有名嘴对于政府跟军人 说山道士三峰点火 那大家就要问 在这个时机点上头 到底我们应该如何来看这件事情 现在呢 对岸的小粉红看到了金门 因为这个陈姓士兵 他是火防兵 所以他们讲说 会不会是因为你看马祖缺肉 然后在沙滩写字 他会不会吃不到鸡蛋 所以才游过来的 还告诉他 头城过来鸡蛋肉管购 还说来这边就可以吃上荷包蛋了 讲话是有多酸 那人家是怎么样在看我们的国军 我们的总统是为三军统帅 都不用出来负责吗 都不用出来说话吗 回过头来请教伟汉哥 你怎么样来看 这一位二胆失联上兵人找到了 好 但是据说被发现的时候 是戾气用尽 但是目前平安获救 政府下一步该怎么办 这个在二等岛的上兵 他2020年的四月就去那边了 所以这样加起来已经三年了 那当然他的同袍 没有具名的告诉连上的长官说 他可能有债务跟感情的问题 要问他当事人才知道了 那已经找到他了 最欣慰的是他的家人 那现在后续非常麻烦 因为他人在厦门 然后呢 然后他会被送回来吗 不知道 或许不会 来 观众朋友 他在这个去的 我们先从他个人因素排除之外 我们先讲 我们台湾现在到底有没有准备好 两岸现在目前的局势 马祖的肉跟金门是不一样的 这个就不用乱扯了 金门的状况并没有到不能束手 可是他跑掉了 可是他跑掉的是他个人因素 他怎么能跑掉 你今天早上要早点明 就发现没有人 然后再去看監視器 发现他有穿个救生衣 等一下救生衣一件不见 难道没发现吗 之前看那个点四五手枪 那个新兵龙泉训练营当中 营长的枪不见了 还可以去买假的来凑 这有准备好吗 我们的枪支 我们的设备 我们人从这个二胆岛离开了 我们的海防是有问题的 好不好 所以讲这个可能有点严厉了 我们这是最前线的 前线的前线 在二胆岛 结果他可以就这样子游出去 我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在那边服役过 他没有任何的防护装置 可以避免有人上岸 或有人离开 所以他离开真的是不知道的 所以梁山长官也都很紧张 就是希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果他是真的跑去那边的话 会被骂投共 那他的长官一定会被惩处 但是他怎么离开 他怎么能离开 他怎么离开了却没有被发现 这个我觉得是应该检讨的 第二个 你东西掉了以后 你没有通报 救生衣不见了 不知道是后来大陆的海警 找到他以后 才知道他那个救生衣 然后再回去看那个監視器画面 观众朋友 他能够被大陆的海警找到 所以表示他已经离大陈二岛 有一点距离了 大陆海警不可能逼近 他中间虽然很近 只有四点多公里 可是他有一个看不见的线 我们不会过去 他们也不会过来 所以他已经游到那边去了 所以在主观意识上 他是想游去的 所以不管是感情或债务 他想去 而他并不是我们这种两岸的 比如说他毒贩 或者是杀人什么的 所以他基本上 可能不符合被遣返 那他就是有意识的说 我想要去中国大陆 我以后不想要 这其实有一点 有一点投共的味道了 那这种状态 大陆会把他送回来吗 我先怀疑 第三个 你现在过程当中 发生这些事情 刚刚讲的有人去卖枪 我们装备掉了以后 掉包 马祖没有肉 然后金门的这个 前线的士兵跑掉了 都足以证明我们现在目前 虽然我们有 好像大家有这个意识 美国要帮我们 你真要打 你光是一个这样子游过去 没有被发现 我就觉得我们离 那个战争的准备离太远了 这个是应该被检讨的 好 可是第一时间来 有话哥 国防部长是怎么说的 国防部长他讲话的是说 还没有认定他是逃兵 请外界不要直接灌在他头上 人至少找到了 看看他怎么说 这样才有公信力 你怎么看 其实这件事 过去也曾经发生过 由过去结果在无人岛屿 到了最后老共用望眼镜看到 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就通知金门方面 还是我们派人到无人岛屿 把那个人给接回来 那接回来他下场不太好 我现在讲 我做一个顺口 大家一听就懂 马祖缺肉 金门丢人 台湾吊枪 12个字 符合现实 那我现在我要问邱国正 邱国正是两匹将军 那我现在要告诉邱国正 你的世青两点五茶三早 请问连队做到了没有 我再讲一次 叫世青两点五茶三早 那换句话说人不见 让我不可思议的是说 他的手机讯号是在大胆岛附近 那二胆 二胆我没有去过了 大胆是从九宫码头坐了个边边 那我绕个一圈我就回来了 好 你说他在大胆岛 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判定了 他二胆怎么到 大胆去了 况且这个中间还有一条 金下水道 那换句话说 他那个时候要游过去是4.4公里 可是他在 好 大胆 二胆 三胆 三胆岛 三胆岛是无人岛屿 他在三胆岛他被找到 那换句话说 他是逆流而上 然后被潮流冲下来 然后被中国厦门第三支队的海警 把他救上来 好 我现在讲第二个 救生医的问题 那救生医 我们那个时候在金门的时候 对不起 排球 救生医 篮球 凡是可以服的预律管制 那现在比较松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于说 一个兵不见了 你还找不到 你找不到你还请他家长来 你请他家长来 还是找不到的情况之下 我想问问金房部 金房部指挥官 副指挥官 政战部主任参谋长 你们怎么处理这件事 第三个就是说他会不会回来 可以告诉各位 如果厦门的军方 问过了以后 没有任何情报价值的话 大概他会把他送回来 虽然他不是毒贩 他也不是枪击犯 他也不是重刑犯 但是至少我询问完的 这个人对我有用 我会留下来 没有用的话 我就把他送回去 最重要的是邱国正说 他不是逃兵 我想请问部长 请问一下零应通报 那规定时间是几个小时 我们过去是72个小时 零应通报72小时 你找不到的话 那就对不起 那就对不起 那就发不通气的 因为我们过去都 处理过逃兵的问题 现在他人在厦门 你还说他不是逃兵 我想请问一下 他不是逃兵 那他是什么 难不成他失足漏水 然后飘到厦门吗 不可能 就是说今天国防部 他在遮遮掩掩这些事 我再想请问 马祖缺肉 请问原因那是什么 你告诉我们 然后金门丢人 你原因请你告诉我 还有台湾丢枪 不是丢一把 虽然那个是枪击 但是我必须告诉各位 邱国正的治军非常严明 但是没有想到在 四清两点五茶三早的过程当中 会发生 同一时间发生那么多的问题 这个时候国防部长 你应该要表示你的态度 好 刚刚有话 哥讲的这三件事情 从里岛到本岛 基本上就是在将近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发生了 发生了这么多件事情 特别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二胆兵的事 请教小心了 从装备到人 然后到现在人已经到对岸了 然后枪 枪是这个最近的事情 那我说二胆岛这件事情的话 从装备我们讲的是救生衣 可能也没发现 人去哪了不知道 所以叫家长来 那现在人已经在对岸找到了 到底应该要给一个什么样的说法 从头到尾我们想问的就是 国防部的掌握是有多少 这个礼拜 这个国防部基本上 从这个马防部到金防部 然后包括海军陆战队 全部都出事情 这个让大家感觉到就是说 台湾真的有面对好 说如果两岸发生战争的时候的准备吗 你连这个军官他们肉都没有得吃 然后这个枪 既不见了不知道 然后再加上他们的人跑了 我说真的 他不是后来去看了这个所谓的 穿着救生衣消失在监视器监控范围吗 那怎么可能说人消失了 你第一时间没有去调监视器出来看 这是没道理的事情吗 你一定是看到他是穿救生衣 是监视器的监控范围 那你看他穿救生衣 你就知道他可能会游泳了吗 这不是很正常的这个推理吗 不可能是他人吧 他游到那边去 他游到那边 他游到大胆这样子 没有 他有的时候会游到大胆去 或者游到三胆岛去 那个时候没有 在第一时间 对 要报告一下 对 往海边去到哪个方向 你回去看新闻 在第一时间的时候 国防部研判就是往中央大陆游过去 不敢讲 对 他不敢讲而已 你自己不是 你大家去想 你看到一个军人 晚上的时候在那边穿着救生衣 然后偷偷默默往那个地方向去 你一定会拍让他往哪边走 那怎么可能会说他也没有通报 也没有跟任何人讲 然后你说游到别的地方 不可能 他很明显 他就是可能 比较可能的方向是往那儿 所以你回去看初期的新闻 他们的搜寻方向 都是往中国大陆搜 他们一开始的时候 找人都是往那边找 只是说因为我们有个界线 我们是不能过去的 大家自己心理上有默契 我刚刚刚有讲 所以我们就找到我们的界线 那边没有人 那就无法再找过去了 所以因为他已经飘到 他已经飘到另外一边去了 所以是中国大陆那边的海景 找到人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邱国正他们怎么可能会不知道 人是往哪个方向去 基本上你一定是心理有数 只是尚未证实而已 可是我们要问的事情是 我觉得这件事情 大家讲邱国正 他当然是一定要负责 可是大家不要忘记了 我们国家的三军统帅是谁 三军统帅是蔡英文蔡总统 他才是真正领导国军的 三军统帅 那大家不觉得很奇怪吗 最近发生了这么多 跟军队有关的事情 蔡英文怎么一句话都没有出来讲 蔡英文完全又恢复成 他那个神隐少女的模式了 745天接受媒体的一次访问之后 又再度消失 只有选举 南投补选的时候 他出来讲过 发过两篇脸书 然后去服选 但是对于我们的国军 不管是军纪的言明与否 不管是说现在的螺丝松掉 不管是说现在的 包括我们的军官没有肉吃 等等的这些 这么荒腔走板的事情 为什么我们的三军统帅 他会如此的不闻不问 某些程度来说 他已经到了冷血的地步 因为我们的军人没饭吃 我们的三军统帅是不管的 某些程度 另外一部分来讲的话 是说这个军纪严明这件事情 在他心里一点都不重要 为什么 因为这个掉了枪了 人跑了他也完全不在乎 那就让邱国正一个人在前行 好像他才是三军统帅一样 我要告诉他 不是的 真正的三军统帅 是蔡英文蔡总统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蔡英文他真的必须 要好好出来面对社会大众 就是蔡英文是三军统帅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看到 他有一个很明确的表态 告诉我们 到底你的想法是什么 或者你的态度是什么 至少应该要把这一些 让大家知道 不然抗中保台 你叫大家要怎么相信说 我们真的能够保台呢 我们先进广告 谢谢大家